来了BO5第一把的BP 打BP是坐镇蓝色方 上来直接三半打野 那边也是两半打野 那最后一手 现在看一下凯南这个点 要不要处理掉啊 还有一手就是瞎子 不会六半打野吧 上来就这么暴躁 瞎子搬了的话 其实现在猴子在外面就可以拿 对啊 而且还有大树 对吧 这两个英雄还是有的 要你把泽力搬了 我觉得 感觉还挺出乎意料 卢西安 卢西安 五半了打野 这个谁都没想到 芒松直接抢 瞎子 很自信 但是把猴子放给你 你选不选 对 要不就 先把泽力拿了 我还以为卡莎这边会 先把泽力拿了 泽力是一起拿呢 还是带个上单 或者上单第二轮呢 大家理解他有差异的 没有 不是所有队伍都觉得 猴子是最强的 对 就是在出了位以后 但我觉得主要对于卡莎来说 他有芒松 肯定还是更愿意拿卡莎 卡莎的芒松使用数量都是要比猴子好 是的 然后薰这边的话 就是猴子要大于他的芒松 哎 两队感觉打野是正好反过来的 但你换一手就想 我不先抢这个芒松 哎 你觉得薰会抢芒松还是猴子呢 对吧 我觉得他先抢 肯定觉得薰也是有这一手的 再拉现在版本 哦 上路贵藏提 直接葵藏提啊 那基本符合我们 除了刚才说的东西 上野的优先机 对 上野优先机非常高 那这边 哦 还是乐富兰加盲森 先保证中野强度 然后再拿贵藏提 还是 其实我觉得贵藏提可以出 可以出的 下路的应用很多 对 贵藏提这一手出的话 怕什么的 就是第三手 可能会出个武器 贵藏提出呀 然后其实你现在阿斌手里的 还是挺多的 你拿格温也好 对吧 对 格温也可以打 格温会好一点 是的 新德拉嘛 现在大猴子 那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保泽力的情况之下 牺牲了一下上路 可能WPG接下来两班直接给你到上路 对吧 让你给拿的那么舒服 小法 其实小法可以的 小法可以 因为WPG这个上阵 也都是要往进踩一下的 啊 格温 还是保了上路对前级啊 保持觉得格温是对抗平常级最好的 是 那你这边中路就尴尬了呀 中路的一些好打勒夫兰的英雄肯定要被制裁 可能这个新德拉小法也是亮亮 哎 换另外一个点来说的话 左边要不要把露露给扳掉啊 对吧 第二轮BPG可以把露露扳了 或者是 昂的洛 我觉得昂的洛还是出的 他只要出水晶鞋啊 还是挺不错的 他的洛 我觉得要扳露露 最近出cd鞋的洛好像都输了 行 不要试着把女警和拉克斯给拆掉 哦 你说对于WB BLG这边 就是泽力 不管感觉搭配什么辅助 在对抗这个组合上都是兑现蛮被动的 就是打女警不好打 百分百胜率先给你尊重一下 因为确实打WBG下路是有一手女警的 对 灯的女警 除了女警现在还有什么值得扳的吗 感觉还真可以扳女警 反而说的很对 因为他是组合选吗 对 对 一起扳的侠 侠 还是更尊重反的 感觉是想冲了 这个阵容 把侠一扳应该是想往进all in的阵容 所有人看应该要不要处理路路 还是扳的路 那昂还有 会给昂留康腾吗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 先拿个中路 中路有辛德拉还是安妮 拿一个摇摆的 对 拿个摇摆 有可能辅助对吧 我再看一声 哇 金格斯吗 金格斯打的话只能打塔姆了吧 是的 不然太容易死了感觉 知道你是冲的 那我就拿一个宝的 垂石 垂石 机器人 就在这等着呢 是的 你只要选这种 啊 直接拿了可也自剑 好自信啊 欧恩 坚毅的眼神 这第一把很关键 右边几乎都拿出了自己比较善用的英雄 对吧 熏的猴子 上路的格温 下路 则利 机器人 就感觉 看着看着ID拿的 两边的阵容 感觉中野斧 节奏都很强啊 一边是盲森 乐福兰 垂石这种经典的老牌的中野斧 然后一边是火猴家机器人 都是很有对抗性 嗯 这把要看中野斧在前期的游走联动了 上路的话就是纯发育嘛 上路这把就纯发育 也不用搞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就正常出魔炕就行了 阵容比较相似吧 中野斧起节奏 上路以及ADC 这把就是发育局后期接管比赛 是 但重点是放在中野上 哪边的中野能把出息的节奏带起来 两边的节奏一旦起来以后都是很强的那种强节奏点 来吧期待一下第一局 总的来说两边还都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英雄 虽然打野英雄办了七七八八 但是盲森和猴子 也是现在绝对提起的打野 两边都选的蛮快的 都选的蛮快的 而且上路又都是我们在一开始看到英雄池上面 双方上单选手非常善用的点 而且小虎的乐福兰那也是有说法的 是 对你老刷的那个短视频 小虎淡沙 你刷到没有 16年MSI 增强一下记忆好不好 当年16年MSI还是在上海 打那个沙皇啊 宝兰觉得这个下路组合两 这哪个组合你会觉得线上会有优势一点 我觉得肯定是卫博这边前进会更好推线 但是改机器人这东西就真是纯看手感 对 他勾到能勾到人他就很猛 你把线推进去 他又正在塔下给你把AD勾过来 你也没办法 哎呀我这边是萃取出门啊 在这边是带了一个进化 但我觉得卫博也是肯定完全考虑到了 BLG有可能会选机器人的 之前他们选了蛮多用机器人对抗吹石 可能觉得垂时相较于 当时因为我们也都猜 猜有有没有塔姆吗 垂时相较于塔姆的话 能够会差一点 对 但是他可能气节奏 但是他做事能力肯定会好 对他跟卡萨能够联动 垂时加盲森也是经典的一个野斧嘛 是 毕竟下路的发力心还是比较靠后的 如果说初期能够通过辅助加打野 把节奏带起来 哎 那还是极好第一 第一把还是想更主动一些吧 是的 塔姆就太被动了 其实两边我觉得阵容后期曲线都差不多 先打个电刑 后期是差不多 感觉两边的开着点都比较像 是的 后期其实就是看上路跟ADC的一个发挥的 然后看上路就对线吧 倒过也很懂 很懂 等下对线打得不错 这个Q没Q到 这个对局基本就是和平发育吧 护肥的 哎呦 第一波线抢过来直接勾 但有害股啊 反手刷一下 那边卡一下平没出来 这一拳头 抢线还是比较难 金克斯推荐太快了 嗯 他想办法也是第一波线抢下来以后勾过来 打点血量嘛 诶 这个 这样是漏了一个 清战兵的 对没吃到经验 那刘欣松这个位置还是起到价值了 是 逼你一下 这波应该往后站一点 这波勾到了 KW打住 这一拳再甩回来 这波奥还是有一点点伤 反手也高 但是奥这边是没有二级的 还可以 奥这里的话自己是交了一个点燃 然后换掉了闪现 不亏 多换了个装饰技能吧 对 欧文这边还是挺冷静的 很冷静 他知道你伤害有多少呀 对 就是我死不掉 嗯 嗯 哈哈哈 走到金克斯这一波也只有二级 伤害也比较有限吧 但这波推线有限权 可以回家先更新一个装备 先把萃取做出来 上路是两边对线 打的都还挺谨慎的 嗯 这把上路感觉就看团战发挥了吧 是 应该就是一个护肥的局面 而且打野来都不好帮哦 上路 除非奎当地道六吧 感觉是有机会配合盲森杀一下格温的 或者说反蹲嘛 对 格温感觉是很难配合猴子杀奎当地的 是 我觉得上路出人头可能要中野一起动 中野一起动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然后中路 想过来打一波先手 开到了 键子给到 Q能挂住 不过伤害应该不太够 就消耗你一波 让你难受一下 是 旁边的视野也看到了新的位置 而且刘兴松 提前蹲在这里 刚才猴子如果赶进这个草的话 感觉要被勾到了 不想让核心 但欧恩也出动了 二级的机器人 往后拉 机器人这边没有选择硬来 刘兴松过来接一下 那这样是刘兴松帮他吃到了双核心 是就这把这个阵容选择就感觉两边的这个野斧节奏会非常的紧密吧 非常紧密 会经常跟在一起 是就经常一起做事 你刚才说那个点很重要 就是很经典 垂石芒松 对吧 太经典了 所以两边在前期都会打的比较主动 是 昂这边要进去做视野了吗 这边要进去查一个比较深的真眼 对 给到 但喀他绕了一拳 先过来打石头人 是的 刘兴松也在找这个欧恩的位置 我还是没有回过家啊 身上都有一把翠雪 上路的下也是还有一瓶药 压力不大 看一下进不进这个草看一眼 看一下纪律性 有好的习惯 这个真的是很有经验的才会做的事 是 因为你昂刚才在我的野区消失的 对吧 你能点眼的位置 其实就这两个 机器人这个胜率还是挺高的 玩了十把赢了八把 是 要符合我们赛区的一个风格吧 主动 过来直接利用下路献权的优势 很稳啊 感觉WBG的各个点的运营 插眼排眼 时间点都把握得很好 这个节奏很紧密啊 但是这样的中单是后道了 哎这边直接给登陆想打 但是欧阳主板没有摆到 呃 薰这边先打一波骚扰 然后拉开了 闪现勾 没有勾到 反身一勾也没有勾到 是的 这边有六级要不要上呢 机器人这波稍微有一些危险 为什么有展现呢 但是牙刚硬的很好 哎这边还是杀掉了那边的 小虎合到的人群当中啊 这一波感觉小虎也跑不掉了 小虎这个位置能走掉吗 差一下 哎 哎哎 赵虎三剑 在那边垂石反死了 泽赛支援过来 看一下 泽赛这一波大招也给了个假神 还要追薰 薰应该是跑不掉的 那两边是打了个2-2 哦 小虎这个 假神骗得好啊 这个假神操作有点细腻 是 完全把比亚基 骗住了 稀耍了 哇 泽赛也好团队 直接踢到中路吗 这一波是 踢到中路开急跑过来 看了昨天升级的比赛 享受到了新的玩法 现在这个上路 不转啊 感觉对于哲赛来说 嗯 但是喀萨上去补现了 这波现还是能有人吃到的 这个闪线勾没有勾中 还蛮可惜的 是的 反身 松松的勾也没勾到 两边 都掰了 后续感觉完全是小虎这个假神 啊对 他这个假神骗得好啊 牙膏这波打得很漂亮 打我有闪三个 对 他直接晕到三个人 小虎 哎 你以为我跟队友走了 实际上 右边走了 哎 这一波真的骗得好 哲赛是TP到中塔 开急跑过来 硬追死薰 两边是打了个二换二 小虎拿到两个头 那勒夫拉拿两个头 有点恐怖呀 但这波 阿斌是在上路爽吃了一波 而且哲赛是没有拿到人头的 阿斌上路好像还吃了一个 肚层 对于哲赛来说是 有点小伤 只能希望小虎来 找机会回补一下 哎 回馈一下 等级上也是被压制了一些 有点难受 现在对线开始打得不舒服了 很被动 看一下这个河蟹 六级的卡塔 两边 叉打虽然没沉 还是有一个等级上的优势 并且勒夫兰站在旁边啊 这勒夫兰是回家补过装备的 小虎现在战力很强啊 嗯 现在中野节奏是WBG领先的 是的 就看WBG怎么把这个中约府的一个小优势扩大了 还是选择了动小龙 下路这波兵线是有线权 下路可以过来帮的 那至少小龙应该是有了 薰衣这边还没有六级 得先刷一下了 是 一开始 好像前面的河蟹全被抢 对吧 薰衣这边发言有点差 是 现在WBG就感觉牺牲紫晒一个 然后其他所有人都很舒服 阿平过来 做个演 然后再把包装球A掉 对 看一下这波先锋怎么水 海斯特技闪下来 配合甲猴直接下 开加速过来 躲一个W 灯笼点走 两个人都有闪 哎这边被勾到了 那让我垂石感觉闪现能不能交出来 交不出来了 又被拉了一下 是 而且没有等到王僧来 还是稳稳的做了一波击杀 而且人头也是 应该是艾尔克里边拿到 是艾尔克现在两个头了 这个泽力很 艾尔克发育好肥 是的 手下这个血量 少少有机会 但他现在主要是支援了一波 等级落后 也不太好 动这个满血的一个阿兵 上代的等级还是非常重要 对 手下现在就抗抗压吧 等下一波机会了 打一套印记 加一套普攻 小虎现在中路是绝对领先 水银鞋一出 对吧 你拿我就没什么威胁了呀 阿兵想利用自己的优势 帮忙先开先锋 二人踩 对 二人是往中靠了 但这样的话 牙膏没什么血量了 不过路夫来也没蓝了 这波靠过去 知道你在打先锋的 牙膏这边有GP 芒僧 旁边有个探照 一探就过的 在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辅助是有人数差的 是 乐夫来这边没什么蓝了 有点危险小虎 小虎挺危险的这个位置 被封过来 有没有再假身骗一下 300血的先锋没人动了 但是小虎已经被秒了 170血 是被安妮拿了下来 这个先锋 是 这一波感觉WB 不该看啊 人有点少 只有中野过来 我觉得太差可以 你不要进去啊 对吧 这波进去伤害不太够 而且小虎也没什么状态 是 这波打完感觉 泽赛上一波没有意义了 是 那这波打完 中野的这个 主动权还回 就没了呀 是 多看了一眼 主要WPG这边 人志愿的太快了 嗯 瞬间全部人都集合在了先锋 泽赛得了这个空挡 爽吃一波冰 看一下 现在只有一个中野啊 小虎应该是不知道上面有机器人的 是 他们应该接到机器人来了 但没想到这么快 对 结果过去就没什么太好的机会了 然后盲森过去想硬换 又一套打这个假猴 这把反显薰这个假猴吃了好多气 是 而且最气的是 卡萨过去还没逞 把这个先锋也抢不了 嗯 赫赛也是在对方F6放了一个眼 还想尝试抓 牙膏有苗表 复制链子 但是这边这个苗表很关键 赫赛 带出来 逼上了 牙膏处理的也很好 可以牙膏这一波吃了好多技能 比较冷静吧 这个苗表也是 有价值的 不过刚才勒芙兰这波阵亡说的话有点 伤结构 有点断结构的 这样的话阿滨在上楼又是爽吃 情况对卫博来说不太好了 哎呦 好难受啊 感觉这把子晒得太团队了 对 亏了好多肚层啊 一直想帮助队友在其他路找机会 F飞过来 时间太大了 压一下血线 呃 但是野斧还在中路 在他的野区跟卡塔打了起来 卡塔这个血量死了 交闪先跟上 费薰是一个Q 小虎过来打 打不过吧 呃 想拉扯一下 不对啊 他这个位置感觉要把自己拉死了 知道在这儿的 小虎这个位置怎么跑呢 对啊 在W上来 敲一下 灯龙 灯龙 拉过来 反性一勾 还好 技能赚好了 把大招交掉 这波不该来看的呀 这段时间表机有点乱 有点乱 本来前面 哎 旁边奥在这里回球被抓住了 哎呦 又死了一次 嗯 两边都乱起来了 本来前面是 WP这边有点乱 然后这一波的话 哎 中轮还能放个先锋 那牙膏又是爽吃一下 小虎真的要交替 还撞出来了 两层路层 机器人这个前期的后蓝真的有点厉害 给暗急的直接买了个蓝水晶 啊 正好不要说 撞脸上了 这也是没想到啊 当着脸勾过来 薰的闪现根的也很果断 没有给他摸W的机会 不省技能 对 那现在中野节奏 WP就有点难受了 包括你看 艾尔克现在有点肥啊 两个人头 其实艾尔克这盘 还是蛮多资源的 但是他经济倒是一直没有怎么落后 支援队有多大事 哦 直接一个预判 这番微博的野斧真的很静迷 哎 这一波要勾吗 等于勾的伤害够不够啊 打二是有机会的 这样子开吗 这个样子 哎 需要来了 感觉一分半 在虚里面大招还没好 要走要走 乐佛兰WR都已经交过了 他已经没技能了 这波只能转好 虚没到 虚有大的话 感觉微博 中野斧要死 一到两个在这 结果小虎稍微有点急啊 对 把技能给机器人 如果是人数没有差的话 肯定是不好的 是 你又秒不掉对吧 你秒掉另说 他现在伤害其实是 不足的 主要现在微博的中野斧 已经没有优势了 他们还是想主动的 尝试 对 尝试一下 但现在有个问题 确实是 BLG这个中野斧 比较难死 特别是中野 有点肉 大招强抢 172 差一点点 晚个零点几秒就够了 乐佛兰回家终于 卢灯有了 哎呦 啊 还是有想法 想抓Lite 有点压力 灯笼 哦 好灯笼 灯笼点早了 但是踩了个夹子 这个夹子放得不错 猴子被定住了 繁星一勾再勾到机器人 奥尼埃的旋律有点残 博力开大 要A起来 乐佛兰要来到了 正面战场能不能上 正面安妮也来了 完了 乐佛兰有点危险 直接交闪前往后拉 不过另外一边 上路啊 盲峰终于是配合则赛 再做了一波击杀 但是走赛是被换掉 是被换掉了 上路等会打了个一打二 这一波感觉 好危险 WBG差点就不滑了 我跟你说 勾得好厉害 对 但是这个塔 感觉还是守不了 微博这里 对 标记 艾奥和发育很好 他也带掉 上路什么情况 啊 上路是想配合盲森过来 动阿B的 你是不是也在怀疑是怎么被换掉的 哦呦 这个Q闪 哎呀 卡他几波 格温也来Q闪的 是的 这边微博也是空了一些技能 还好这个Q中了 这个Q在空 这个空的杀不掉了 对 感觉要被秀这波 是的 哎 想要做尝试吗 先打一下再说 看着这波没大 那又骚扰一下 过来 再蹭个不灭 拍不灭 等出 想等薰过来啊 安妮这个 意图不知道 则晒也没有 感觉到 则晒旁边是没视野的 不过清完这波线 他也直接往后撤了 放个眼 点到了薰 还是有差距 这样打下去的话 感觉格温跟泽力两个点 其实微博后面 是不太好处理的 是 这两个感觉都属于 那个位置上 特别难处理的那种英雄 对 也有点肥 这把 还有个眼下 还有个眼 主要这把两边的阵容 都很强调 中野斧在前期的一个对抗 现在对抗了几轮下来 是必要级的中野斧 占得了便宜 是的 现在反而微博这边的中野斧 可能伤害面上有点不足 这已经不是他们特别强势的那个时间了 对 强势期过了 他们雪球也没滚起来 现在只能围绕着其他路做做推塔这种动作了 一勾 有立场 阿兵很嚣张啊 有个W 但这波没有立场了 冰河这个位置敢要死 被练到了 减一个满的但是换不掉 四个人 哦 这么能减 一打四 一打四换了一个 而且阿兵后面断后路了 这还要给他正面 牙膏也来到了正面 交踢正面四打四 感觉有点打不起来了 哇 这什么鬼伤害啊 这一波 一打四换了一个 是 看不懂这个伤害 最近伤害都长这样了 我感觉其实 随时也觉得必杀了 点燃没交 是的 如果交点燃 可能就不会被换掉了 感觉有点省了可能 但是也没想到 我四个人打你一个 我省个点燃 什么了 真没想到 而且还是一个没有W的第一时间 是 没有W 没有立场的一个 我甚至刚开始觉得 冰进这个草有点冒险 结果他把他换了 好 第一时间随时也不太正面 也给不到这个点燃 一点血 减满了 一直吸 是的 哎 这里抓到了 这次好像很难走 走杀这边也被留到 啊 艾尔法拿到大杀特杀 比尔法这个节奏已经起来了 节奏来了 还能动二塔 可能高地也想撞一下 高地能撞一头 现在左边没什么 怎么选择 没有什么手的能力啊 就正常掩护上去撞一头就行了 勒弗兰也没回来 他下路带线 正面是没有人有危险 只要勒弗兰还在下 没有T的话 还不回吗 都可以拆掉高地的塔 还不回 正面只有野斧 那感觉上塔没了 是的 对了 节奏瞬间被打花了呀 这把BLG的节奏也是有点好 哎 这个也没人亲 又撞了一头 感觉WBG现在有点乱 WBG想要守这个中塔 再等紫赛 紫赛复活了过去再轻吧 反正水晶也掉不了 哎 现在有个问题是 打WBG这个中野斧 如果前线没优势的话 他们在中心的开团 其实也没有说很硬哦 对 比较软的那种开团吧 就看那个勾子的手感 以及一个回旋踢了 哎呀 中路的一塔 终于是拔掉了 在一条先锋都没有情况之下 还是挺艰难的 打了个时间差 哎 那这样的话 小龙 WBG是先有做视野的权利的 是的 因为知道这赛是没有TP在上路倾线的 宁哥好 黄直接顶在前面 哦 又是一个好哥 也是勾过来 Light能回去吗 点个灯了过来 但是Light没闪现跑不掉 没什么抬血的能力啊 又是ON 艾奥克也是拿到了第四个人头 艾奥克也非常肥 哇 而且小龙现在的伤害完全不够 小龙现在伤害对这个艾奥克 是没什么威胁的 人家还有这个盾弓的 艾奥克是不太怕的 是的 右哥被W挡下来 现在BLG都打得好自信啊 都在你脸上操作 但是兵哥被带过来了 这波有机会杀 被踢过来 这波不省心 反正又勾到了牙膏 不过牙膏这里有闪现 反而是换掉了锤石 对 换了一个刘青松 哎 这波兵哥有点 哈哈哈 有点不应该了 是的 有点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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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G现在主要太自信了 都想上去操作 但这波直接被带过去 在杰奥克一脚 这波不省心了 能有的技能全往上操 但现在打了半天 BLG又破掉了对方的中一塔 然后又拿到了这条小龙 左微博现在还是有点劣啊 主要现在艾奥克这个泽力很稳啊 这里机器人装备是非常好 勇双的做出来 勇双机器人 而且左边这个阵容 你发现没有 他没有什么特别好限制 泽力的能力 是的 左边这个阵容感是不能劣势的 不能劣势的 容错力还是没有右边高吧 看一下 Light没有闪 但是在机器人很近的距离 嗯 他是先大招沉没 然后在Q型的拉回来 虽然点到了灯笼 但是已经跑不掉了 上路那边格温又捡了一波 Light没有闪 需要处理线 还是需要刘金松在旁边给灯笼的 对 怎么阿兵有点不服气 阿兵觉得 小人你在装什么 哈哈 是 但是 鬼灯笼手里有Q3啊 是的 主要 阿兵这波觉得他有立场是无敌的 但是在立场里面直接被Q回来了 现在小龙也是成功的拿掉 现在WBG正面打团的胜率是 胜算是比较低的 有点打不起来 而且Light这边的装备也落后的有点严重 他现在只能等Light的装备起来 但你看他装备差距有点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Light这把输入环境比不好 对他很难输出其实 真不好 有隔温还有火猴 对 泽力机器人也能起你脸的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灯黄来说就是一个地狱模式啊 感觉每个英雄都对他是有威胁的 对 上路刚刚又是捡了一波还好有灯笼啊 没灯笼死了呀 对现在刘行松必须要在后面保驾护航 时刻跟着 是他这个比较难受就就算有闪可能都跑不掉 哎 这里很长想要追小虎 小虎还是比较灵活的 薰是追过来了 薰来了 哎 薰来了 黑也在 小虎只能往别来 还有又一个踢 这波想杀完人直接拿大龙的 打人被打断了 那小虎没了 小虎很难跑 被晕到了 那小虎应该死了 那直接动大龙了 是的 至少要做一个尝试的 标记 这波动大龙看 这肯定微波也不能给啊 得踢过来硬打了 但能过来吗 要硬来啊 这王峰看能不能抢一下吧 但是嗷恩在前面 卡萨这里很气 要有时候没动住 哥哥来的赛 赛还是比较柔 但是被大爷撑不住 五个人打流星龙那边可能要死啊 他锤是太脆了 卡萨交出自己的闪现子 这边看起跑往右边拉 比较级也不打龙了 要追人 卡萨 闪现过来薰 还要硬追 再给个惩戒 艾尔克也招闪了 不管了 艾尔克起走马上好 要不要追 这个时候才就没意义了 我感觉回去拿大龙吧 比较级打得好有脾气啊 是 回去拿大龙 气势打出来了 对吧 也不要去做过多的追击 但这波追击 其实薰一个闪 艾尔克一个闪 付出的资源还是挺多的 也可以了 反正扩大战果嘛 多杀了人 然后再拿个大龙 不过这波大龙回去 艾尔克三件套 你还真处理 他可以顶你脸输出了 是的 还是想要来看 有点来不及了 卡萨在这个位置 牙膏带着晕 站在前面 直接晕住了小虎 小虎到这回去 大招 哎呀 擦肩而过 没有人引发这颗炸弹 是 这引发了还真受不准 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现在金克斯的转杀线 也是跟大家一样啊 哎 是的 阿滨这边是做出了 纳什再加一个表 看这波比奥际 停手 然后反手去追人 这闪现也没什么用 比奥际想的应该也是吧 卡萨如果能杀掉的话 就完全没有风险 对 但卡萨没杀掉 是杀了一个奎藏吉 其实走的风险也不是很大 没啥风险了 因为很难过来 对 过不来的 正面一个戴玉兰安尼 加一个机器人 芒僧怎么绕才能绕过去呢 不过总算提了个钱 拿了个战略点 但现在经济的落后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你看芒僧的装备 已经停更很久了 金克斯第二剑终于是把无尽憋了出来 但是另外一边 泽力已经三剑多了个暴击走行了 有点打不过的 说实话 有点打不过的 现在机板是落后一个大劲的 卡萨在这个位置想绕 哎 你别说他绕这个角度 好像没被发现 想要抓一下 没有闪到艾尔克 确实应该是维数不多的机会了 哎呦 这一勾好吓人 芒僧还在那里蹲 但是艾尔克已经回到了队友的怀抱 格温又在上路带 这个时候正面拖着对WPG来说没什么优势的 嗯 再拼啊 再拼艾尔克打WPG 但是艾尔克很稳 有防范 完全是靠在下面站 德赛 想把团先开起来 先动ON 带过去 但是德赛太脆了 艾尔克直接拿到接近神一般的杀戮 后面终于是绕了过来 但是你这边敢踢吗 呃 标记好像有所防范 也看到了 那知道你在这里 哇 太脆了 现在这种艾尔克的装备 包括猴子这边装备有点 有点好啊 啊 伤害有点溢出了 是的 下路直接带着大龙buff就推进就行了 现在就算被踢回来 这样一个泽力你也秒不太掉 哎呦 帅的 跟过来 哇 有摸眼 看他的反应已经很快了 这一波但凡慢一点点被吹起来 可能就被秒了 两枪是一个4-1的推 中路有一个隔温 诶 正面能不能开ON 过去连链子 直接被永生 永生加勾 好危险 不过这个小链那张没有晕的 赵虎没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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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这边几兄弟都没状态 那就是要推下路的高地了 格温也从中路赶过来 其实格温这波又减速到两个人 奥恩 又是一个大招接Q 没有勾到 则是还翘过来循 但感觉有点打不太过 很稳 BLG这边拆完下路以后直接后撞 这波泽力倒是没大的 不过看他直接被融化了 轻里面也是没死 BLG这边RB顶在前面 开始个立场 就是捡死了垂石 还要继续的追 再给一个泳霜 傲死了 但是没用啊 微波这边已经全部要死了 额帅回到泉水 还是有点帅的 这一波BLG在找到那个机会以后 完全不拖泥带水 不过喀他那一脚也是最后的尝试了 但是踢回来伤害差距实在太大 练势太大了 我们恭喜BLG成功的拿下了第一分 而且赢得很漂亮 你看今天BLG的状态不错 很不错 他这个攻势有点凌厉啊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在于 他初期面对勒弗兰加芒僧烈士的情况之下 他们稳住了